好了 各位观众们来观战一把沸沸公主的路头 前锋勘探打架阵容 机械拥兵 勘探员打路头呢 还是有说法的 他这把这个你勾我 我交快磁铁弹开 哎呦 上来找到吉野石 那路头挺香的 这边上来找到吉野石的话 香的牙皮 一勾 拉近距离 好 这边看 这边的点位的话 其实这个沟都是能穿透的 因为这些都是一个矮的建筑啊 所以说他的沟都是能穿透的 基本上 机械石没有操作空间的 下一个沟基本上就带走了 除非前锋来一波撞 勘探员来交磁铁 前锋不在 勘探员二楼 勘探员的话可能能搞一手 这边一勾 这刀 还好 这边不是地压室啊 这边要是地压室就难过了 要不要来 要不要来 打个架 不打了 不打了 不打 通缉到了佣兵 佣兵进点 要救的话还真的只能佣兵来救 前锋离的有点远 勘探员不太好救 勘探员没有博命的 这边过去干扰勘探员的机子 稍微拖一会儿吧 我们看一下他这边要不要放夹子啊 因为非非他的一个夹子其实放的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很有预见性的那种 就是前期对吧 补那个放那个陷阱 然后中期是可以收网的那种 过半的话应该这边追着这勘探员打的 过半的话应该追着勘探员打的 好 你看他这夹子 哎 你看这夹子看到没有 这些夹子都是很有预见性的 待会儿打着打着可能就一波 哎 勾中 好 怎么说 追一刀想落地取消插刀 但是这边的板子稍微厚了一点 勘探员打架了 数字三连 但磁铁这边好像超出距离了 再来 吸 nice 计刑师 拉走 拉走 这还真的挺讨厌的 还刷掉了一个钩子 再来 我去 勘探员 可以了 这波勘探给力 用兵 拉走 我不救人 要修机子 机子的话 娃娃已经修掉一台了 那机子还行 这把的话 机子还行 我们看一下 剩余的机子应该是差一台新机 不过这个介石是一个挂飞的 所以 还是一个宝瓶真圣 这锅没勾到 这锅没勾到 一刀过板 nice 这里这块板子如果能砸一下就好了 这边的话要防一手前锋 防一手前锋 防一手前锋 因为有耳鸣 虽然说是娃娃的耳鸣 但是防还是要防的 凡有耳鸣必有妖 而且这个局如果说真前锋保下来了 是有可能打一个四人开门战的 外面的机子剩两台嘛 对吧 用兵修一台 勘探修一台 前锋可以在这边全力保的 这边传送过去 刚刚是不是你搞我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啊 看他有错 没错就是我 还是得回去守机子我感觉 不过这边有个地压室 如果说 看有没有带巨钱 没带巨钱 带的是居近黄 不过前锋在这边保了 那保了的话可能也挂不进地压室了 勾到 好 这边前锋放一个夹子 人往后退一步 前锋不敢撞 这个地方其实吃到夹子 有的时候也能撞晕的 所以他刚才那个地方 其实再往后退一步 前可能会更好 路头的地压室 谁用谁知道 前锋撞救啊撞救啊 真的机子不够也得撞救 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 还行还行还行 还好这边是救下来了 一定是直接撞救的 这波一定是直接撞救的 幸好这边要是路头对吧 保不齐莫名其妙挥个钩什么的 那这个局就不好说了 对路头来讲的话 他现在要拖一个传送 咱们最好把这块板子给骗下来 放个夹子吧 对对对放夹子了 这时候就是放夹子 然后准备打开门战了 17秒 17秒 佣兵是没有贴门的 所以说他这边还有一些时间 来处理掉这个勘探员 然后再传送啊 刚好这时间是够的 过来 来看这边的勾 勾到了 哎哟 这一勾 刚才感觉都在吸了 飞飞也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这张地图的一些点位啊 就是这些矮建筑全部都是钩子可以穿的 这边传过来找 好 佣兵 无限勾 勾过去 一勾一刀 没勾中 没勾中的话可能得往回过去做防守了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前锋是 准备要去救人了 前锋这边刚刚是 应该是被看见了的 看见的话一波拉球 那还不好说 还不好说 这里应该是先处理掉前锋 再一勾拉近距离 找勾探员 找勾探员的话前锋能走啊 其实找 找那个前锋会更好一点 因为前锋其实走不了 勾探员的话这边不太好走的 他点门 你这边击倒前锋以后挂上 然后往小门排 其实是能排到就勾探的 不过这是上帝视角 上帝视角嘛 说的都是一些就是对吧 监管者不知道的信息 好前方这边准备跳地窖了 快走走地窖 密码鸭好了平局 他这边怎么怎么走这么远去了呀 是躲一手 不 不 没什么问题了 别打的其实都蛮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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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